我要求所有的犯人都有内裤唇 哦 如果有内裤唇 就会干得更努力 不用怕魔伤 因为我们经常会去职员宿舍和其他村子去干活 难免会接触女性 万一走光会很尴尬 因为承安的勇敢发言 监狱里的犯人们都有了内裤 承安也被他们彻底接纳 其中最高兴的药鼠三条腿 因为每天上午集体晒太阳时 他都会被烫得无法忍受 就在他们狂欢的时候 林队长带着人过来检查 他静止走到三条腿床前 吓得三条腿冷汗直流 原来他枕头下藏了林队长老婆的衣服 林队长似乎并没有看到 他训诫了一群人后就离开了 然而第二天干活时 三条腿被狱警使唤去山下买烟 当他远离监狱后 两名狱警拦住了他 诬陷三条腿要逃狱 随后把他推下了悬崖 这一变故让所有人都很愤怒 他们想要为三条腿讨回公道 于是他们晚上开了大会 决定大家集体罢食 当把林队长吸引过来后 就悄悄对他下黑手 随后他们集体抽签 抽到死签的人就做杀手 晚上阿南彻夜难眠 其实他的心里也很害怕 承安看到后决定给外面写信 揭露林队长这一恶行 在犯人们罢食三天后 林队长走了进来 监狱里瞬间乱作一团 就在阿南准备动手时 长官带着人走了进来 原来承安把信寄到了侦察队 林队长就这样被抓走了 另一边小词找了三个女孩 借由阿豪的手送给了祖哥 祖哥果然没有起义心 然而他刚准备行动 就被蜂拥而来的记者拍个阵阵 祖哥因此身败名裂 被送到监狱的祖哥 发誓一定要报复承安 于是他偷偷藏起一只汤勺 花了一夜时间磨成刀片 第二天见到承安时 他找准机会冲了过去 这一幕正好被达叔看到 他替承安挡下了致命一击 察觉到不对的承安扭头就跑 老大们刚想上前帮忙 就被御警们拦了下来 祖哥追着他来到厨房 眼看承安躲了起来 就故意用小词来刺激他 果然承安一个没忍住 端起大锅就砸了上去 但却被祖哥一把抱住 随后用锅铲勒住了脖子 把他往汤锅里扔 就在这时大哥们冲了进来 他们一把把祖哥掀翻在地 抱着他就扔进了汤锅 而监狱里整整半年没在煮过中 影片也到此结束